1951年的2月 刘少奇与王光美的第四个孩子 于北京出生 因为前面已有三个姐姐 所以可想而知 在当时那个年代 作为家中老妖 并且还是男孩子的刘源 会被寄予多少厚望 而她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纵然她的一生历经磨难与坎坷 但仍不变初心与信念 最后成为了栋梁之才 在他人眼中 本该一直是天之骄子的刘源 在18岁时 家中突遭变故 不得不离开北京 去往山西的一个村子进行劳动 这一代就是六年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 在心里埋下了为人民服务的种子 到24岁时 几经波折才得以重返北京 从工厂到校园 历经的辛苦 自是不用多说 而后毕业入伍 扎根基层 由于表现极其优异 短短三年时间 就从一个小小的村主任 做到了郑州的副市长 随后更是一路晋升 被授与上将军衔 着实让人敬佩 其实 之所以刘源上将能成长为这般模样 与父母的细心教导密不可分 不允许搞特殊化 建国初期 新中国正值百废待兴之计 哪怕如刘源这样的优渥家庭 生活条件也与群众无异 尤其是受父亲刘少奇和家庭背景的影响 年轻的刘源不仅没有富人家的娇气 而且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这既是父亲刘少奇的言传身教 也是刘源在家庭中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 从读小学开始 刘源就牢记父亲不许搞特殊化的教会 哪怕自己住在中南海这样的地方 刘少奇也坚持让孩子去上普通的学校 为了能让家里的孩子知道尊师重道 学习 学会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刘少奇还曾特意将学校老师教到家中 要他对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 甚至为了锻炼自己的孩子 刘少奇还特意安排几个孩子学习军人站岗 以此锻炼几个孩子的军人作风和坚强的意志 并且让他们从中养成吃苦的精神 年仅13岁的刘源 就是在此时父亲的安排下 开始了独特的生活体验 也为造就他后来坚毅的性格奠定了基础 在刘源的记忆里 父亲刘少奇对于几个孩子的教导 一直都是非常上心的 他清楚地记得 父亲曾因为一件小事 将自己与几个兄弟姐妹严厉地批评了一次 当时刘源和几个姐姐 都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的一个广播节目 但是由于家里的收音机年代久远 因此声音长长断断续续的 这一情况刚好被刘少奇的秘书看到了 于是就直接找去参谋部 给几人换了一台大一些的收音机 谁知刘少奇得知此事十分生气 并惩罚了他们 因为当时的收音机属于西汉物件 他也想通过此事 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要守规则 不能因为自己是刘少奇的孩子 就觉得特殊 应该特殊 并要求几个孩子 要以此事为戒 正是在这样的教导下 刘源与几个姐姐 不仅培养出了优秀的品质 也打小就养成了朴素的生活习惯 如果说父亲刘少奇是一位严妇的角色 那母亲王光美就是一位慈母的角色 刘源的母亲王光美不仅本人出身优渥 自己更是才貌双全 要知道王光美女士 可是我国最早的几位物理学硕士之一 在小儿子刘源出生以后 母亲王光美对这个小儿子最大的要求 同样是不能搞特殊化 不仅不能特殊 王光美还经常教育几个孩子 要自信 自立 自强 这样才能成为像父亲刘少奇一样的人物 才能成就真正的自我 牢牢扎根基层 1977年 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欣喜的李源立即报名参加 然而种种原因 他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就被拒绝了 这让刘源备受打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几经周转之下 刘源最终得已 进入北京师范学院进行学习 这让他也十分感激 在这一路上帮助他的人 让他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努力学习 不能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大学毕业后 刘源出乎意料地 选择了去往河南农村基层进行锻炼 这与当时一票同学选择的公务员 警察 教师等职业 形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众议纷纷 但刘源仍旧坚定地去往了基层报道 而之所以选择到河南农村基层去锻炼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源于自己的父亲 父亲曾经就在这片土地上战斗 工作着 与这片土地有着非常深的感情 他来这里 就是想要在父亲曾经战斗和工作的地方 与父亲并肩工作 留下自己的印记 还有一个原因 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请求组织 将刘源放到基层去锻炼 他想让孩子锻炼出可贵的品质 而不是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享受生活 事实证明 刘源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刚来到这里时 刘源所在的公社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贫穷 然而刘源却不以为然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 让他有信心能将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得益于早年的知识基础和基层劳动 刘源很快就熟悉了这些工作 开始用经验带领公社开展劳动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戴 在刘源的带领下 公社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愈发顺利 刘源自己也陆续升任副主任 副乡长随后数年时间 更是一路被提拔为副县长 县长 1985年经组织上研究决定 刘源被提拔担任河南省 省会城市郑州市的副市长 虽然在副市长的岗位上 只工作了三年时间 但刘源却踏踏实实地 为当地群众办了不少实事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给当时的郑州市通上了天然气 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大的一项民生工程 这也让不少郑州市民对刘源赞誉有加 到了1988年工作能力极为出色的刘源 再度迎来工作调动 被组织提拔担任河南省副省长 这在当时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的 要知道从刘源1982年担任农村公社副主任 到河南省副省长 不过才六年时间 但这也恰好说明刘源确实具备出众的政务水平和能力 在担任河南省副省长期间主管的是农业和工业 这期间他在农村提出了大修水利 大修公路的基本方针 这也为河南省的交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他之所以能在数年时间里取得如此成绩 与他早年的下乡经历密不可分 不抱怨不埋怨 历史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平和宁静的 刘源的人生也并不是一直都一帆风顺的 建国后不久 刘少奇同志陷入了一场漩涡 一些人开始对他进行污蔑 而后更是遭到众多不公平的待遇 在刘少奇同志遭受苦难之际 他的家庭也受到了牵连 遭到了一些人的骚扰和摧残 彼时的刘源尚未成年 他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会被污蔑 即便他的心中同样恐惧 但作为家中的男丁 他依然撑起了保护母亲与几位姐姐的职责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 父亲被多次污蔑 但刘源并没有抱怨 也没有因父亲的遭遇 而泛起仇恨和厌恶的情绪 因为他始终牢记着父亲对于自己的教导 那是在父亲安排刘源等人到工厂和农村 去参加劳动生产锻炼的时候 父亲要求他要和工人农民在一起 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生产和劳动中体会人民群众的不易 这也是他父亲的良苦用心 只有了解工人 了解农民 才知道新中国目前的建设到底需要什么 该如何去做 这也是后来他在工作中 不断努力上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这也正是帮助刘源 撑过那段灰暗日子的动力来源 正是为民族 为国家 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奉献自身与伟大复兴 与社会建设的使命与信念 为此刘源在1968年主动响应了国家知识分子下乡的呼应和号召 通过自己的方式将自己的能力奉献给国家 前往了正代发展的山西地区贡献力量 一开始下乡到山西 刘源并不是很适应 这里不同于北京 没有霓虹灯火 虽然早期父亲刘少奇曾带着他深入基层 但眼前贫瘠的土地和寡言少语的群众 仍旧让他有些不适应 但他没有退缩 从开始跟着群众学习农火儿 到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 黄土地的劳动不仅让他得到了成长 也更加理解了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 尽管下乡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刘源仍旧咬牙坚持了下来 并时刻严格要求着自己 慢慢地当地的农民对他刮目相看 并且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从大城市而来的年轻人 正是在这样的寒书往来间 刘源也从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 成为了一个心怀理想的有志青年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祖国各地下乡的青年 开始陆续返回自己的故乡 然而刘源并没有着急 一来他并没有收到返乡的通知 从小就在父亲刘少奇身边耳濡目染的他 一直将父亲的教诲记在心里 不搞特殊化 二来自己在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曾经在中南海西门站岗的经历 也培养了他绝不半途而废的性格 因此哪怕身边的众人都已经陆续离开 刘源仍旧心无旁骛地工作着 直到在周总理的帮助下 他才回到北京进入工厂工作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进步的步伐 他经常是白天工作 晚上下班回到住处后 就开始挑灯夜读 学习知识 他没有忘记父母对他的纯纯教诲 要不断学习 正是因为此时的努力 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 刘源才得以顺利通过考试 虽然曲折 但最终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深造学习 也为他的后续工作成就奠定了基础 将一生都奉献给祖国 1992年 刘源被组织破例调任至 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 担任第二政委兼副主任 政委工作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这对刘源这不仅是一种认可 更是莫大的信任 要知道 哪怕时至今日 刘源都是新中国唯一一位 由政转军 担任部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 因此在被调任至 武警水电部队后 刘源依然保持着 他深入一线的工作作风 与一线官兵同吃同住 彼时 武警部队内部 由于数年时间时间的发展 也滋生出了一些弊病和懒散作风 在刘源上任以后 他开始定期对武警水电部队 开展基本督察工作 他要求水电部队的一线干部 必须要深入基层 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最真实的基层情况 做出有利于部队发展的选择 在武警水电指挥部工作期间 由于他的领导能力逐渐显现出来 而且决策正确 干出了相当好的成绩 2002年 51岁的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而后刘源又陆续经历了多次职务升迁 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而后退役转任至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担任副主任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 在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期间 刘源响应国家号召 联合纪律检查部门 总政部等多个单位 对后勤系统进行逐级检查 清查出许多部队里的蛀虫 早在2003年 刘源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时期 为了加快现代国防体系建设 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第十次大裁军 彼时 刘源被安排负责总后勤部各项系统 及相关院校的整合 说是整合 但实际是裁检院校人数 保持系统精干 要知道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军队所属的院校体系福利保障丰厚 这在当时是多少人 宁死都不肯换的金饭碗 而且其中各方人员背景复杂 裁检完成后又需要移交地方机构 许多同志难免生出了抵抗情绪 刘源在西芝这一情况后 四处走访奔波 为相关同志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最终才将这件事情圆满解决 而这次院校移交 也为我军院校实现从军到民 青庄上阵打下了样板和基础 刘源也因为这次工作 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 到了2011年前后 刘源将军开始着重把工作重心 放在了反腐之上 在一次总后勤部系统 军以上领导干部的大会上 刘源将军用 随处可见 触手可及等词语描述了 后勤系统目前的腐败程度 随后数年 在刘源将军等人的不断努力下 不仅查处了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还将他背后的两只老虎揪了出来 纵观刘源将军的一生 由正转军 坎坷无数 但却无比坚毅 作为刘少奇的后代 刘源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 奉献给了人民 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 使其年纪轻轻 就有了超出常人的成熟和阅历 刘源这一生做了太多时事 也获得了太多荣誉 刘源这一生辉煌的时刻有很多 长达七年的上山下乡 34岁任职郑州市副市长 37岁任职河南省副省长 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由正转军 担任部队的高级干部等等 但如果说最辉煌的时刻 还得数他在58岁的时候 获得了上将的军衔 但与其说这是其最大的荣誉 倒不如说给了他更大的责任 他肩上挑的担子更沉重了 为国家操劳一生的刘源 如今他已经72岁 但是他并没有闲着 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 不断地进行各种公益活动 特别是对于河南 他寄予了更多的关怀之情 他数次回到河南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 联系退役的军人 给当地贫困的山区孩子们 送去了很多书籍 谈到刘源的成功及其坚毅的性格 自然与其家庭和年幼的生活环境分不开 然而在刘源身上 苦难与成就却相辅相成 虽然年龄大了 但刘源仍然有着清醒的头脑和硬朗的身体 如今身为人大常委的他仍然在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着 结语 当我们回望过去 其实不难发现 许多曾经共和国的功勋人物 包括其家庭 子女都有着非常优秀的品质和品格 这既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成就所在 更有着重要的传承意义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新中国的未来必定是美好的 这也是无数牺牲革命先烈的愿景 刘源将军曾说 父亲刘少奇让他懂得了 什么是为民族 为国家 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奉献自身于伟大复兴 与社会建设的使命与信念 我相信 这是刘少奇同志对于儿子刘源的期盼 也是他对于新中国未来的期盼 哪怕遭受到了 污蔑和不公的待遇都不能摧毁 他们那颗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 在此 向为建设新中国而前赴后继的各位前辈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也期望未来的中国 能在我们的努力建设下 蒸蒸日上 奥利东方